接下來我們用 五倍 一針田 五倍 一針田 娛樂隊啦 娛樂隊 欸 版面不錯喔 讚喔 第二關喔 不錯喔 欸 麻吉 底 底 底 家 麻吉 底 底 底 家 嗯 降起來 降起來 降起來就對了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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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掉了 第三關 洗技能時間到 我們洗藥技能就可以羞辱敵人了啦 所以慢慢洗喔 欸 好像不行欸 糟糕 我現在好像 我好像太 有自信了 BAN起來 耶 呵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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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槍道就夠對吧 啊可以開始了 第四關 呼 BAN 整晚就這隊沒壓力 這隊你只要 一開啟那個龐貝模式 是 就是五張龐貝 是直接過啦 每回都開 開龐貝 就過啦 沒有這時候不能開 因為要 銷手銷按鈕 可現在的 現在的關卡就是 龐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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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龐貝龐貝龐貝 應該這時候就會有人要問說 那正常的龐貝怎麼通關怎麼組呢 這還要問啊 我破音 你就自己隨便組一組嘛 龐貝隨便組的會過好不好 你知道在增田 是要隨便塞一塞就好了 這隊就娛樂嘛好不好 6.8 差1%變6.9 但是我們 沒有在 沒有機會在這一場看到6.9 怎麼辦 好沒關係我們 欸 這個時候就是買一個伏筆 伏筆 噴口水 這時候就是買一個伏筆 我們原本是 要6.9沒6.9到 這時候龐貝就做了一個效果給你 9.6 怎麼看都知道 他是把6.9反過來了對吧 龐貝用心良苦 我都看到了 哇 自帶效果喔龐貝 不錯 他就是一個 帶有點叛逆的 斜槓青年 就是我們的龐貝 這不 不安於6.9 所以他想要來搞點不一樣的 他要幹大事 變9.6 就是這樣 龐貝 幹大事啊 開一開就 過啦 9.6 嘴巴碰不到 9.6 這樣講是可以的嗎 沒差現在小朋友都睡覺了 算了 我們沒關係 等一下這隊分數可以多少啊 一開下去回個6萬誰受得了 貓貓直接被打爆 比多直接被打爆 我覺得這一幕有點像是 那時候大姐在揍 在揍比多的時候 要打到他死掉為止的那種氣魄 你們有看到了嗎 就是這樣 siihen 如果要拿高分的話怎麼做 你就去抽五張龐貝啊 沒有啊 你可以去參考我的那個大小潔 對不對 大潔跟其他的配置 噢 按錯了 糟糕 真的是不能邊按龍殼邊講話 旁邊無視拼圖盾為什麼要拼 對齁 沒有人跟我講說 好 我忘記了 抱歉 抱歉 對齁 無視拼圖盾 那真的很無腦欸 從頭到尾都無腦 好 我最後居然還跑去瓶瓶土盾 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錯誤 我們看一下分數好了 時間應該 時間的那個欄位應該爆表吧 我看一下 欸 其實還好欸 四分鐘 喔 如果傷害在往上面提升的話 其實分數可以更高欸 齁 好 這樣夠了